假设有一条直线 它通过圆点 我画出在22里面的情形 但实际上可以推广到任意2n 我先画出坐标轴 那么这就是坐标轴 画得不好但能看得懂 我画一条直线 通过圆点的直线 就是这根直线 我们知道任意2n中的直线 我们现在考察的是22 将被定义为 我项量的所有可能的标量 成绩的集合 那么我们假设这个项量 在这条直线上 我们可以定义这条直线 我们可以说1等于 这个项量所有标量成绩的集合 假设这个项量为v 那么这条直线就是 所有可能的v的标量成绩的集合 而这个乘数根据定义 是任意实数 显然的 如果取变所有可能的v的乘数 不管是正数还是复数 1或是小于1的乘数 分数乘数就会得到一个项量的集合 它确定了 一条过圆点的直线上的每一点 并且我们知道 如果这条直线不经过圆点 你就必须用一个项量来平移它 它会被表示为另外的一个 项量加上项量cy 我们从这条经过圆点的直线开始说 在这个视频中 我想定义 向量x在直线1上的投影的概念 那么我先画出向量x 假设这个向量 就是向量x 那么投影 我先给你一种对于它的直观印象 然后我们再来用更严谨的方式定义它 投影我总是想像如果有个光源 垂直于或者说 正交于直线 假设光源这样照下来 我按这个方向画是因为 这样是垂直于直线的 我想像x在这条直线上的投影 类似x的影子 因此如果光照射过来 我就会做一条垂线 那么x在1上的影子 将会是这个向量 因此可以把它看作直线1上x的影子 这是一种理解方式 另一种理解方式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方式去理解 另一种方式就是 理解为x在1方向上的运动 最后就投影的方法是一样的 你要从x向1以一条垂线 然后想 我需要在1方向上运动多远 才能得到这条垂线呢 以上都是我理解 投影概念的方法 我认为影子的理解是 它被称作投影的原因之一 对吧 当你投影某项事物的时候 你向它照射灯光 看看光于墙的焦点 这里你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你投射一束光 并观察这束光于这条直线的焦点 但是这么定义 你没法往下进行 这只是对投影的一种直观理解 我们需要一种计算它的方法 或者说一个数学上更为严谨的定义 而我们能做的是 当我画出这个投影的时候 我另外画一个投影吧 画一条直线或者另一个向量 这样比较好理解 如果这里有另外一个向量 看起来像这样 它到这条直线上的投影就会像这样 你只需要做一条垂线 它的投影看起来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不是要简单单度讨论这一情况 我想要给你一种感觉 它是任意向量在这条直线上的影子 那么原来的这个例子呢 不管我如何理解投影的概念 我都会从它向直线引一条垂线 因此如果我们在这儿构造一个向量 我们会发现 这个向量总是于直线垂直 这个向量是可以得到的 如果不能的话 我就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了 那么我先来定义这个向量 之前还没有定义过 这个向量等于什么呢 如果这个向量 我们先别看这些 我们最后要求的是这个蓝色的向量 还用蓝色吧 这个蓝色的向量是向量X在1上的投影 这是我们要求的 现在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里的粉色向量 这个粉色向量等于什么呢 我刚画的这个粉色的向量 就等于向量X减去它的投影 减去这里的蓝色向量 也就是减去X在1上的投影 对吧 如果用投影加上这个粉色向量 就得到X 那么如果你用这个蓝色的X的投影 加上X减去X的投影 当然的你会得到向量X 我们还知道这个粉色向量 正交于直线本身 因此它正交于直线上的所有向量 也就是说它们的点击将会是0 那么我用这种方式定义投影 投影这将会是一个 更加数学化的定义 一个向量X在1上的投影 会是1上的某个向量 对吧 我在这里画出来了 蓝色的向量我用白色描一描 1上的某个向量 这可能有点不太直观 X减去这个投影下量 将会于直线正交 也就是说投影 这就是我的定义 我定义X在1上的投影 为1上的某个向量 X减去这个向量 张正交于1 这就是我的定义 这个定义会更加严谨一些 并且我认为它合理的解释了 为什么它跟影子或者投影的概念相关 那么我们如何来计算它呢 我的意思是 这还是用一个字表式的 我们如何确实地计算 X在1上的投影呢 这里的关键是 X减去它的投影 正交于1 那么我们看看 能不能利用一下这个条件 那么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 根据定义 因为X到1上的投影 是1上的一个向量 那就意味着 它是V的一个标量机 这里方向向量的标量乘机 也就是这里的V 因此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把X在1上的投影 改写一下 可以把它表示成 向量V的一个标量机 对吧 我们可以说 这由我们的投影是等价的 我们还知道 X减去投影 是正交于1的 因此就得到X减去投影 我刚才说过 我们可以把它表示成 向量V的标量机的形式 可以看到这里画的 它看起来差不多是 这个向量的两倍 以至X减去投影 也就是这个向量 正交于1 正交性根据定义 意味着它跟1上的 任何向量的点击为0 那么让它与1上的向量 做点击 让它与向量V做点击 也就是用来定义1的向量 让它与V做点击 我们知道结果一定为0 我们取这个向量 于V做点击 我们知道这个点击一定等于0 必须等于0 那么我们应用点击的性质 看看我们能否计算出 确定的C值 因为一旦我们求得了C的一个特定值 那么我们只需要用它乘以向量V 这个向量是已知的 我们就会得到要求的投影 那么它就可以确定的用数字表示了 来看看能不能细算出 一个C值 那么如果我们分配这个C 抱歉 如果我们分配这个向量V 我们知道点击满足分配率 这个表达是可以改写成 X点乘V对吧 可以展开成 X点V 减CV点V 重新整理 我们知道 -CV点V跟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CV 改写成CV点V 整个式子当然的是等于0的 如果我们要解除C 我们在式子两边 同时加上CV点V 然后就得到X点V 等于CV点V 为了解除C 我们在方程两边同时除以V点V 就得到 我换个颜色写 C就等于这个 X点V除以V点V 那么C是多少呢 我们说X的投影 我在这儿写 X在1上的投影 等于某个标量机 对吧 我们知道它在直线上 因此它是这个方向向量的标量机 这个向量V 而我们刚刚求出这个乘数是多少 它就等于V点V分之X点V 而这个当然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数 对吧 它仍然是个标量 虽然这里有这么多向量 当你求它们累积的时候 而你用这个数去乘向量V 对V做了伸缩变换 得到了要求的投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画出来的这种 我求的点击最后应该得到 接近于2的某个伸缩叙述 那么如果我把向量V放大到两倍 这个值就会是2 然后我就会得到一个 看起来像这样的投影 现在这看起来挺抽象的 那么我们来对某些实际的向量 做一下 我想这样会更好懂 这里的所有结论都不止限于22空间 所有的结论都可以推广到 任意高位的空间中 因此虽然我们是在22中推导的 22和23是我们考虑 投影最多的空间 结论在2N上也可以 我们来考虑一些具体例子 假设我定义一条直线为 一个向量所有标量器的集合 什么向量好呢 假设向量是21 那么C是任意实数 我在这里画出坐标轴 假设这是纵轴 而这条是横轴 那么定义的直线是向量21的 所有的标量器的集合 我们称向量21 我们称这个向量为向量V 我画出来 指向21 纵方向是1 那么这就是向量V 而直线就是所有可能的 向量V的标量器的集合 我画出来 所有可能的标量器的集合 就是朝这个方向无限延伸 或反方向同样无限延伸 以及这线段上的所有点 这就是定义的直线 向量V的所有标量器的集合 现在假设我们有另一个向量X 假设向量X为23 我画出X 横轴方向是2 然后向上1 2 3 那么X看起来是这样 向量X是这个样子 我画好一点 向量X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向量X 我们的目标是求出 向量X在1上的投影 我们可以用这类的敬意 我写下来 X在1上的投影等于什么 等于X点乘V 对吧 V是直线的单位向量 这个式子等于X 也就是23 点乘V 也就是21 整个式子比上V点乘V 整个式子比上21点乘21 最后乘以原来的方向向量V 那么原来的方向向量是什么 就是这个向量21 那么乘以向量21 这等于什么呢 当你求这两个向量点击的时候 就有2乘2加上3乘1 也就是4加3 得到7 整个化解为7 然后这个得到2乘2加1乘1 也就是4加1等于5 那么就得到5分之7 这整个化解为5 化解得很快 你可能被这个看上去很奇怪的表达是吓到了 但当你求点击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快的 然后只要 用这个得到的数乘到方向向量上就行了 因此我们就是把它放大到5分之7倍 那么用这个数乘以向量21 得到的是什么 你就得到向量 我换个颜色写 你就得到向量5分之14 5分之7 为了看得更明白 为了比较好画图 我把它写成小数的形式 5分之14也就是2又5分之4 也就是2.8 而这个是1又5分之2 也就是1.4 因此x在1上的投影就是2.8 1.4 那么2.8大约在这里 而1.4大约在这里 因此所求的向量大概就是这样 我没有画的太严格 但是你应该能理解 这就是所求的投影 计算过程表明了 这就是x在直线上1上的投影 如果我在这里做一条垂线 我们会看到它与我们 将它理解成x的影子的理解方式是一致的 那么现在我们会求投影了 在下个视频中 我会向你演示投影的矩阵表示 投影本质上是一种变换 在下个视频中